书接上文 日本舰队侵略台湾 来猛攻澎湖 那个说你刚刚说的不法国舰队 怎么又变日本了 当时太混乱了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摁倒葫芦飘又起来了 中国当时腐败无能软弱可欺 这些列强纷纷伸手 刚打队完一个走了又来一个 现在日本已经站露头角 提到日本人你不陌生 我做个比方不恰当 对付英国人也好 对付荷兰人也好 西班牙也好 葡萄牙也好 似乎着比较好对付一点 唯独这日本人是万难对付的 这是侵略中国的东方人 阴险狡猾 独辣 野心勃勃 别看个小野心的 别看胃口小 贪婪无厌 阴毒损坏 他都占全了 狠呐 把那些侵略者夹在一块 也没有东方的小日本是最狠 这些年来他也没嫌着 被军扩展 自从明治维新之后 他们内部就开了会了 垂涎中国沿海城市 垂涎中国的国土 中国是他的近邻 他把中国的情势摸得清醒的 就等着出兵 新说话 我要一冲兵 先占台湾 吞并朝鲜 再把辽基黑内蒙都拿下来 慢慢再把整个中国给占领 他的目标就是中国 而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要霸占台湾 多大的野心 那么关于日本军阀的事 咱们以后再慢慢说 现在书归正文 日本的舰队这一来 黄手一顶不住了 人家兵分两路 登陆了 伏被受敌 兵源又不足 这么大的澎湖岛 就四百多个军兵 黄手一万般无奈 放弃了澎湖 退守到台北 他走了 日本兵没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澎湖 第一步达到墓地了 单说黄手一 拜到巡抚衙门 见着唐景松 说了前后的经过 唐景松一听 啊 你 台湾的澎湖 是最主要的地方 那是台湾省的大门 澎湖一丢 台湾休意 你 来人 把黄手一推出去 斩了 黄手一没词 你作为澎湖的首将 你逼我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引耿受刑 但是文武大员一看 黄手一毕竟是老将军了 在台湾多年了 一旗跪倒 给黄手一求情 求大帅 格外开恩 本来人手就不够用 正在用人之计 叫黄老将军 戴罪立功 算了吧 算了吧 黄手一啊 算算算 我服了你 要都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台湾还守得住吗 哎呀 来来来来 大家开个会 商量商量 下一步怎么办 是否咱派兵 把澎湖夺回来啊 或者是 谨守台湾呢 大伙 现机现策 这会正在开的时候 就听外面有人报 有一个姓邱的 叫邱风甲 叫拜见大帅 哎呀 风甲来了 快快进来 进来 各位啊 没有外人 我的好朋友 在座的人一听 邱风甲 没有不知道的 那是台湾鼎鼎 大名的诗人 他的诗做的非常好 画画画的好 文武全才 邱风甲是唐景松 在台湾最好的朋友 其实这个人年纪不大 今年不到三十岁 他没有重要的事 不到衙门来 时间不大 人影就晃 邱风甲从外面 急步而进 人长得还不错 一看 就是儒者的风度 穿了一身便装 邱风甲进了大厅 你看在座的都是窝 大人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们正在开会 哎呀 你不是外人呢 风甲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你也坐下听一听 我们的确正在开会 正在商量 是否收回澎湖啊 哎 你是个才子 你是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文啊 风甲啊 你也帮着我们出个点子 大帅 您这不开玩笑吗 你叫我炎炎诗可以 你叫我出这主意 这不是难为我吗 哎呦 你太客气了 难道说吗 你还袖手 旁观不成 大帅啊 澎湖收不收 我不懂 恐怕连台湾你们都保不住了 哎 在座人平就傻了 唐景松也不解其 风甲 这不是开玩笑吗 怎么叫开玩笑 您看看这个 说的 从袖头里一伸手 拿出一张上海出的申报 当时到了光绪二十几年了 电报 电话 基本都有了 在东西欧各国 您的都发展起来了 唯独中国还是西汉物 但是电报基本普及了 报纸也办了 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申报 专门报道时事 因此每个人都定申报 看一看 了解当前的大事 这个秋风甲也定了一份 把报纸拿出来 您看看 现在中国和日本 已经交了战了 您再往下看 哇 众人全围拢过来 你看大字标题 甲午海战 中国北洋水师 全军覆没 邓士昌牺牲 水师提督 丁鲁昌自杀 这个消息十分震惊 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了 你再往下看 朝廷派李中堂 跟日本正在讲和 正在谈判之中 谈判什么结果不得而知 但是这评论员您看怎么写的 日本人在谈判条件之中 可能有一条 要叫清政府隔让台湾和澎湖 你看看这条 各位啊 乌风不起了 外国人评论这玩意不是没有根据的 肯定日本有这种野心 就冲着出兵 占据澎湖 就说明这一点 要把台湾给隔让 双手贡献给日本人 这可不是小事 大伙一听 这不可能不可能 李中堂局不能答应 即使日本人有这个要求 也得被李中堂言辞拒绝 怎么可能呢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 台湾是一座宝岛 经营了多少年了 自从郑成功 把荷兰鬼子撵走之后 已经经营了200余年了 再到我们手上 经过多年的开发 多好个地方 纵横千里人口多少百万 就都给小日本了 不可能不可能 这没什么根据 修风甲说 各位大人 也许我的箭是短的 现在我们国家的政府 太软弱了 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 我的意思 先不着急收服什么澎湖 能把台湾守住就不错了 大帅 咱们熟徒有则 您要叫我出主意 我只能说 请大帅务必把台湾手把住 我就问大帅一件事 说什么事 咱万里有个一 李中堂真要签了字 把台湾给了日本鬼子 您怎么办 唐景苏一咧嘴啊 这你倒把我拦住了 我乃朝廷命官 奉旨巡抚台湾 那么朝廷跟日本讲和了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 那我能怎么办 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我就有听命于朝廷 我只好夹着扑个卷 回归大陆呗 那我能怎么办 大人错就错到这儿的 今天逢甲不放心 就来问您这句话 一旦走到这一步上 您可不能走啊 您得留下来坚守国土 到了那时谁管他朝廷不朝廷 朝廷怕日本人 我们不怕 大人 要用我秋风假的事 我尽散家财 我全力以赴 帮着您手拔台湾 哎呀 你这股劲我太钦佩了 只是还没到哪一步 你先冷静冷静 咱们看看局势的发展 不过你说的好 你说的好啊 你感动了我了 真要有那天我不走了 我跟随台湾的父劳相亲 手把台湾 不让日本兵登陆 他胆敢登陆 就把他赶下大海 喂鲨鱼 文武众人点点头 对 大帅所说 正趁我等心愿 我们谁也不走 就守住台湾 唐景松还说 风假呀 我还有个要求 你现在不是官 但是朝廷和老百姓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出来做官 我要求你了 别走了 留在巡抚衙门 做我的高餐 你看怎么样 你不缺钱 不短这俩心缝 但是我也得给你 留在我的身边左右 替我参谋参谋事 你年轻啊 思路敏捷 看事情看得尖锐透测 你不能拒绝吧 哎呀 修风夹点了点头 大帅既然看中我 我义不容辞 可以 但我不要钱 我真不缺这俩钱 我可以给大帅帮忙 我还说了 有需用我的礼貌 尽散家财 我把鸡鸭鹅狗全卖了 贡献给国家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好好好 风假我谢谢你了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算我的人了 好吗 散会散会啊 赶紧布防海防 以免日军侵入 修风夹帮着唐景松 到海岸视察 哪块应该派多少兵 哪块应当夹几门炮 怎么防守 是日夜巡逻 到了四月十七这天 又看着申报 修风夹把报纸 往桌上一摆 大帅过目了 你看这报纸上 登的什么 拿来我看 菜一看 唐景松就堆在椅子上 脸跟白纸一样 嘴都喝不上 那上登的是什么 李中堂 李鸿章 在日本的马关 春帆楼上 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签署了停战协议 日本人提出的要求 李鸿章是全部答复 全答复 而且签了字 这就是历史上 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 唐景松的手都抖了 报纸都拿不住 哎呀 心说话 李中堂啊 李中堂啊 怕什么有什么 你怎么全答复了 真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 没想到 心疼 唐景松是放声大哭 他不能扭转乾坤 一个地方官能主宰得了国家大事 消息传出 寻服衙门文武官员都来 怎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修风家说你们看看 虽然是个报纸 这报纸登的是千真万确 把那条约的内容 一条一条全登在出来了 大伙一看全都发呆了 哎呀 日本人太凶狠了 大伙一看这报纸上详细的报道了 上面报道的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以位 也就是西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全权代表李鸿章跟日本首相伊藤伯文在马关签字 条约共是十一条 符约三条 主要的是一确认朝鲜独立 第二 隔让辽东半岛和台湾 第三 赔款两万万两 四 日本人有权在中国开办工厂 五 开放沙市 重庆 苏州 杭州 四城 被通商口岸 日本传播 有权食入中国内地 六 所有关系到日本军队的中国臣民 不得善为逮捕 等等等等 不用说十一条 你看这几条要命不 大伙看 什么 确认朝鲜独立 不仅 不仅割让了台湾 把辽东半岛也割给人家了 我的妈呀 赔款两万万两 这比要命一样 可真够狠的 汤英松能不哭 咱们刚才说了 你看英国人也好 法国人也好 葡萄牙也好 也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国政府都答应了 也是隔地赔款 开放通商口岸 也没有日本狠 那差多了 这小日本是狮子大张嘴 隔让辽东半岛 辽东那是宝土 辽东半岛给人家了 台湾澎湖都给人家了 永远隔让给日本 这地儿就属于日本的国土了 赔款两万万两 大伙心里头有一笔账 这多少钱 那就钱了 现在国家如此困难 给这国赔款 给那国赔款 再给日本两万万两 这等于日本国民收入四年半 这下中国算穷到了底 日本算富到了家 这小日本子 缺德带帽业 李中堂 李中堂 你怎么能答应这些条件 你怎么就能签字呢 其实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李鸿章 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你说国家软弱 一打仗就打败仗 在谈判桌上怎么跟你谈 也不应气 你瞪眼 我不干不干不干 不干揍你 一揍就趴下 那跟现在没法比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硬气 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天下无敌的军队 谁敢这么欺负咱们 也谈说要辽东半岛和台湾 占我们一寸土地 也得把它搭出去 敢说这硬气话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 那 现在谈起来 受到人们的崇敬 我们也不侵略他人 也不欺负他人 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 你的国势强盛才行 国富民强才可以 当时的清政府 跟面里一样 谁捏一把都行 就这样的国家在谈判桌上 你还能捞到好处吗 只能哀求人家少要点 行了 我少给你点 兄弟就这么多了 实在不行 老兄高抬贵手 只能仅此而已 说起来跟日本人谈判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陆地上全线亏退 叶志超也打败仗 丁汝昌也抹了脖子了 都不行了 日本鬼子得寸进尺 在这个关键 清政府提出来谈判 日本能善罢甘休吗 所以在马关谈判 一开始这谈判 男人日本不谈 就打 哀求人家 找英美公使出面周旋 让日本人冷静冷静 坐下来咱谈谈 你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 不需要条件 不要条件 你说呀 你是何苦的你 类似就这意思 第一次中国派了个代表 是个法国人 到那去了 让日本给拒绝了 你不是中国人 你看什么办 你无权代表中国政府 走滚 那人回来了 清政府一看不好 第二次又派人谈判 派的是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的张音环侍郎 任命全权大臣 他怕一个人去了孤单 怕日本拒绝 又特别请美国前任国务卿 叫科士达担任顾问 觉得这个班子行了 结果又遭到日本首相 一腾拨文的拒绝 说这位张音环 不够全权的资格 你不配 张音环说 那谁呀 回去 让李鸿章来谈判 我们相信他 你看在近代史上 都说李鸿章卖国 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 都是经他的手 这还真出了名了 日本就信赖李鸿章 他签的字有效 别人签的无效 张音环哭散个脸 回来的 跟朝廷一说 朝廷万般无奈 为了让日本早日停兵霸占 所以派李鸿章 带他的儿子 一二两个起身赶奔马棍 哎 一腾拨文这才结束 那叫谈判啊 寒暄几句坐下之后了 李鸿章就说呀 首相阁下 那咱们就开始谈吧 一腾拨文冷笑一声 不用谈了 把事先拟好的条件 拿出来往桌上一放 我们全拟定好了 您就签个字就可以了 这哪叫谈判 这叫强迫 李鸿章拿过来这么一看 我的臣民交代 这要传扬出去 我们是万难接受 一腾拨文当时那小脸就沉起了 好了 好了 中堂阁下 你不是不签字 你不是为难吗 我们就用军队说话 哥让你辽东半岛和台湾这算得了什么 我向你透露个秘密 经过我们开会研究决定 要要你们的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四省 有人提出 要辽基黑内蒙四省 相比之下 这还是便宜的 你签字不签字 不签字 好 我们马上就用兵 我们的将士就等待一声令下 哎呀 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